老人与海 海明威是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 厄尼斯特海明威出生于美国 晚年在爱达河州的家中自杀身亡 海明威一生中的感情错综复杂 先后结过四次婚 是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中的代表人物 作品中对人生世界 社会都表现出了迷茫和彷徨 1952年 他以老人与海一书获得普利策奖 1954年 老人与海又为他夺得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自己承认 老人与海是他这辈子写的最好的作品 全文只有两万六千多字 故事情节非常简单 老渔夫圣地亚哥年轻时 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渔夫 那时的他强健有力 曾经和一个黑人比赛 掰手腕比了一天一夜 最后终于以顽强的毅力战胜了对手 到了老年 他的经历和反应都不如从前 老婆死后 他一个人孤独地住在海边 简陋的小毛棚里 只有一个小孩 曼诺林亲近他 崇拜他 但是老人的硬汉精神丝毫没有衰减 他仍然热爱累求 仍然梦见雄狮 这都是力量的象征 他已经连续八十四天出海打鱼都一无所获 连他的翻看上去 都像是一面标志着老打败仗的棋子 可是就在第八十五天的早上 他又顽强地驾船出海了 他要到深海里去打一条大鱼 这一次 他碰上了一条足有十八英尺长 比他的船还大的鱼 圣地亚哥对这条大鱼 充满了赞美和尊敬 同时 这更激起了圣地亚哥 向他挑战的决心 大鱼当然不肯轻易屈服他 时而与老人默默地对峙 时而把船拖向深海 时而围着船打转 时而要用掀起的巨浪 把船打翻 老人与大鱼奋战了两个昼夜 在这个过程中 他不断地和鱼鸟大海对话 不断地想起曼诺林 或者回忆往事 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坚强的信念 他终于挺了过来 征服了那个庞然大物 意料不到的是 就在老人要把大鱼 拖回去的时候 大批的鲨鱼被吸引而来 争吃拖在船尾的大鱼 已经筋疲力尽的圣地亚哥 虽然竭尽全力与鲨鱼搏斗 那条大鱼仍旧被成群的鲨鱼 咬得只剩下一副空空的骨架 最后圣地亚哥把这副巨大的骨架 拖回了岸边 望着那副骨架 老人自问是什么打败了他 结论是 什么都不是是我出海太远了 老人靠自己的精神与理念 坚韧地支撑着 他最终战胜了大鱼 也战胜了失败 战胜了自身 晚上老人睡着了 曼诺林在身边守护着他 那一晚他不再梦见风暴 不再梦见妇女们 不再梦见发生过的大事 不再梦见大鱼 不再梦见打架 不再梦见角力 不再梦见他的妻子 他如今只梦见某些地方 和海滩上的狮子 这是一场英雄的悲歌 人类在与灾难搏斗的时候 才能领略痛苦的高贵 当他拖着巨大的鱼骨回城时 他不在乎大鱼 也不在乎鲨鱼 他任凭小船飘去 颇有一种装子的 泛若不细之舟的心境 这时候我们在茫茫大海中 跟着圣地亚哥一起感受到了 高贵的单纯和静慕的伟大 内心的平静战胜了世界的磨难 不过依然有很多问题困惑着我们 与大鱼与自己的体力和意志进行搏斗 这个老人他最后胜利了没有呢 他竭尽全力把大鱼拖了回来 他没有被他杀死 他胜利了 但是拖回来的大鱼又被鲨鱼啃光了 最后只剩下了一具硕大无比的骨头 长时间的生死搏斗毫无成果 他失败了 但是似乎又不是这样 圣地亚哥在大海之上 给我们书写了高贵二字 他在失败中保持着风度和从容 虽然一无所的 但是回到海边的茅棚 他睡着了 竟然还梦到了狮子 那些之前说他倒了眉的人 也禁不住到处颂扬他的伟大事迹 也许还会有第二次的搏斗 不管结果如何 我们都有理由相信 圣地亚哥不会失败 因为高贵的灵魂 会一次次带着尊严上岸 就像巨大的鱼骨一样 成为了某种精神 正如书中所说 每天都是一个新的日子 走运当然是好的 不过我情愿做到分毫不差 这样当运气来的时候 我就能有所准备了 感谢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